現在警方的報房主要集中所有的送營車或創營裝備 全部都放在會議展覽中心 即是關西馬桶和京軍中心最好的馬路 由於剛才已經是輸出來了 警方已經將出環廣場 京軍會議展覽中心所有的地方 全部都是列為禁區的 市民可以進入 示威者和記者都不能進去之後 都不能夠出來了 所以現在已經將這個防線 完全無自威者隔絕了 所有的停車 全部目前停在灣仔馬桶對開的地方 陳國揚 我們看到在天橋上 仍然有一些人去圍觀 他們都沒有理會警方的呼籲離開現場 其實警方較早前 先後多次呼籲市民 盡量離開示威區 但是有部分市民 他們都是趁熱鬧心 來到現場 在不斷停下來看的 他們有部分更加企圖 將警方 已經一早在天橋上 設置好的網 的企圖是整爛 可以看得清楚些 但是被警方出現 制製了 其實市民方面 其實沒有警方的決定 但由於他們 自己都可以看到 事件的發生過程 他們大部分都不太遠 你剛才 警方在英軍中心 和在中環廣場 對開掘擠雷彈的時候 市民方面 現在大概已經是 減少了很多 大概只有幾百名市民 在天橋兩邊 在這裡為觀 陳國仁 剛才在會展 在中環廣場 和英軍中心一帶的示威者 很多都持有一些武器 例如是鐵支 或者一些旗桿 去攻擊警員 其實現在你在現場看到 那些示威者 除了拿著旗桿之外 還有沒有拿著其他的武器 其實在示威者方面 其實他們現在的手樓上 其實並沒有武器 因為同時在驅散的情況當中 很多他們已經是 因為要離開示威區 很多的襯牌和一些雜物 已經是即場消棄了 所以這一批示威者 其實現在手樓上 除了他們原本帶來 用作衝擊用的圈套之外 基本上他們都是以一個 逃走方式 去控制的抗議 好, 謝謝陳國陽 在灣仔告示打道的現場報道 我們現在看看 較早前警方發射催淚彈的情況 剛才在中環廣場 和英軍中心一帶 大批示威者 去攻擊警員的情況 看到警員發射催淚彈 和用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 較早前在這個衝突裡 也有警員和示威者受傷 看到今次的衝突非常激烈 警員除了用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之外 也發射了多輪的催淚彈 現在在畫面看到 警方防暴的其中一個重要裝備 就是警方的防暴裝甲車 兩部的防暴裝甲車也使到現場戒備 準備稍後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會採取進一步的驅散行動 見到一些示威者搶了鐵馬回來之後 將鐵馬裏面的鐵子也都拆出來 作為攻擊警員的武器 今次的衝突是世貿會議 星期二在香港開幕以來 爆發最激烈的衝突 示威者搶了不少的鐵馬回來之後 再將鐵馬推向警員 攻擊警員 也都有示威者拿鐵馬裏面的鐵子 作為攻擊武器 警員最初只是用胡椒噴霧和用輝打 他們手上的警棍去驅散示威者 但後來示威者的行動中一步升級 警方最後施放了多輪的催淚彈 驅散在英軍中心和中環廣場 一旦一帶的示威者 將他們趕回到告示打渡一帶 目前灣仔區的交通 可以說是完全癱瘓 告示打渡和軒尼斯道的交通 已經全線停頓 港版局就呼籲市民 要盡快離開灣仔區 如果知道有親友在灣仔區的話 也要盡快通知他們離開 現在看到的畫面就是較早前 警方在中環廣場 對開施放催淚彈 驅散示威者的情況 保安局說由於警方已經採取了 較高的武力行動 對付示威者 所以呼籲市民 要盡快離開灣仔區 警方在私放多輪催淚彈之後 警方的防線再一步向前推進 將示威者迫回由中環廣場和英軍中心一帶 迫出去告示打渡一帶 再看回較早前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的情況 示威者將一些鐵馬對上之後 再一次過推向警方的防線 也有示威者拿鐵馬去撞路邊的欄杆 相信他想拆一些欄杆出來 用來作為攻擊的武器 鐵馬的鐵枝也被示威者拆了出來 用來攻擊警員 再看回現在這個畫面 就是灣仔告示打渡 灣仔警署對開一段路面的現場情況 灣仔告示打渡的內遊線已經全線封閉 警員在灣仔告示打渡一帶 捉起了防線 阻擋示威者向回展一帶推進 同事陳國揚現在還在灣仔告示打渡現場 陳國揚交給你講講你那邊的最新情況 其實一批男朋友農民 仍然在告示打渡東西行線 現在他們經常坐在那裡 其實他們較早前曾經有農民 企圖衝向這個灣仔警署方向 即是沙基灣方向的一批警員 但是被警方發射飛彈 將他們驅散 現在這一批農民又全部 就回到告示打渡西行線的地方 坐在那裡 他們就在那裡不斷唱歌 和高叫口號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較早前的南韓農民情緒 並不是很激烈的 但是現在開始逐步逐步 他們的情緒也比較升溫了 而警方也都在大戰場的附近 例子 也都是加強了再加強了警力 現在大概 起碼有2千名的警員 在這個灣仔的 瓜仔警署 和這個英軍中心 以及 在入境市武大陸開的地方 是全戰界避的 陳國陽 我們看到在畫面 比較近我們一些的方向 也就是警方防線比較厚一點的地方 有一些便裝警員 不過穿了一件寫著 印有警察背心字仰的背心 還有一些其他的應該是衝鋒隊 和其他的軍裝警員在現場 警方增援的部隊 是否陸續來現場增援的 是呀 沒錯 因為原本 警方只是把英軍中心 和東環廣場去開的位置封鎖了 而當這派南韓人士 進入了告示打道之後 由於是告示打道的路面 公仔行線都非常悔 所以他們需要大批警力 將現場封鎖讓他們兩邊離開 而警方亦都沒有特別刻意 將這個防線故意收窄 現在他們可以看到 其實警方的防線 距離這一批示威人士 大概都有200多米 而警方也是相當刻意 其實較早前 因為警方已經是將這個行鎖 正式 當警方的陸行 似乎衝陷警方的防線的時候 警方已經不會再向他們發射 胡椒噴露 胡椒噴露 一同循環會擋著他們 而是直接用催淚彈 向他們發射 好 感謝陳國揚 在灣仔告示打道的現場報讀 我們繼續看到的畫面 就是灣仔告示打道的現場情況 警方已經在告示打道 捉起了防線 防止示威者 是向會展中心的方向推進的 防部警察的防線 是橫跨了告示打道的東西行線 目前告示打道來回線的交通 已經是全面暫停 灣仔區的深藏地帶 可以說交通是受到嚴重的影響 對於防範 今次的示威會爆發 有更多人的受傷 醫管局已經啟動了緊急應變機制 香港港島區的幾家主要醫院 包括律敦寺東區醫院和瑪麗醫院 已經啟動了緊急應變措施 國安局呼籲市民說 由於灣仔區出現示威的活動 而警方已經採取了 警方已經採取了較高武力的行動 去驅散示威者 所以呼籲市民要盡快離開灣仔區 再看看較早前警方 在中環廣場附近清場之後的情況 現在看到的現場畫面 就是在中環廣場 看過去告示打道方向的畫面 看到防暴警察除了在告示打道 捉起防線之外 亦都在中環廣場對開 非能明道一帶捉起防線 看到這裏的示威者 雖然沒有告示打道那邊那麼多 不過仍然有一些示威者是和警員對視的 在這裏的特別新聞報導完畢 一有最新消息會再跟大家報導 再見